就向下梳 梳頭髮 立即平滑頭髮 頭髮梳完後 是絲的 這是什麼梳? 這個盒已經是美花少女的梳 梳會噴出霧化的護髮精油 同時亦可以震動 按摩頭皮 我平時都會用頭頂 按摩頭皮 同時有些精油霧化出來 是護理我的頭髮 這些精油不是油膩的感覺 所以噴下頭皮也不怕 會弄得頭皮的髮根很油 但現在看到嗎? 它在精油裡沒有化出來 是很多綿密的煙 只要我們每天梳頭的時候 開陣的刺激頭皮 如果不開都可以 就向下梳 梳頭髮 立即平滑頭髮 頭髮梳完後 是絲的亮 效果非常棒 讓大家梳得慢一點 讓它給多些機會 精油滲入我們的法師 梳完後 是否有點無醋感 完全走光 很滑 我很喜歡梳完後 我的感覺就是 手摸下去 是滑的 整個頭髮 好像我女兒小時候的頭髮 那麼滑 現在的梳就是 精油用完之後 有很多朋友問 用完之後 有精油夾 但不能倒自己的油 只需要加購這個 精油夾 可以 味道其實不是濃烈的 香薰 好用到很久 我現在都梳了整個月 它還有半瓶 所以其實是很耐用的 有些精油 這個不容錯過 如果你想很快 很渺速把它變成滑的頭髮 很silky 這個梳很適合 現在我找一個長髮菇 幫我再測試一下它 這個精油梳 它一按就會霧化了護髮的精油出來 朋友會問會不會油 不油的 因為它霧化了是很小的分子 我現在示範一下 這個是一個瘦化 但是有刊 或者比較嫩 卡 但是我只用這個霧化的功能 它梳得慢一點 你就會給多點時間 精油霧化 在頭髮 深入到頭髮裡面 它現在就會霧化了之後 然後就會在頭髮裡面 除了梳順了頭髮之外 補充一點養分 在頭髮上 看上去馬上 你看看很shine 健康了 不用太心急 這把梳梳完之後 真的一梳梳到尾 看到嗎 那這個精油的味道 不會是很濃烈的香氛味 不用擔心 但是收到課的朋友 都會很滿意它的霧化效果 因為它將護髮精油 是很細分子的霧化出來 就好像那些雲 是不是看到馬上很漂亮 本身頭髮是好 一些開叉 毛髒 在很短時間之內 梳幾梳就已經很漂亮 是亮亮亮亮 這就是這把霧化梳的威力 就是這些精油 你也可以在平時 可以用來放在頭殼頂 讓它可以按摩震動頭殼頂的穴位之外 還可以噴霧化的精油 收回頭髮 這把梳是這樣用的 頭頂出煙就是這樣 梳完之後 整個頭髮刮 好 再來一次 要慢慢地把精油霧化下去 現在的頭髮馬上 是不是好像瀑布那麼漂亮呢